28岁奥运冠军苦念二船力球蜕变,她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众所周知,中国女排的二船位置在为秋月相继淡出之后,就变得更加的薄弱,而中国女排的第一二船丁霞也被大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,所谓期望越大,失望就越大,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国际联赛舞台上,丁霞受到大家抨击的原因。 但是说实在话,在目前二船的位置除了丁霞,郎平几乎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,虽然在这次的国际排球联赛的舞台上,江苏女排的二船新人汉将刁林宇偶尔有高光的表现,但是刁林宇毕竟是新人,还很年轻,没有过多少大赛经验,所以在技术层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,所以可以说丁霞还是中国女排寄予厚望的关键, 而丁霞定也明白这个道理,希望越大,压力也就越大,可以说自从国际排球联赛上,表现多次低迷之后,丁霞就非常刻苦的锻炼,几乎把专注度都放在了训练中,几乎就没有出现在什么活动现场。 从北京到北伦,丁霞丝毫没有懈怠自己,而在前段时间有人还透露出,丁霞为了苦念二船,竟然拿篮球来传球,要知道篮球比排球硬很多,用篮球练习很容易受伤的,但是丁霞也定是知道这个道理, 而之所以这样做,无疑是想增加传球的稳定性,增加手部力量,强化传球手感,加深对传球路线的记忆,可以说丁霞这样良苦用心的练习让小编动容。 小编写